我孩子请妈妈帮忙 就比方我现在来录命运 命运好好玩 可能几个钟头 我跟妈妈帮我一下 那我可能赶快冲回去 然后带小孩 我有一次大概忙到很晚 大概11点多 然后你知道吗 那个是冬天 你看那孩子睡到脸 红通通的这样子 然后其实很暖的 你要硬生生把他抱出来 然后看他打哆嗦 然后你就把他抱走 然后一早就把他抱回来 我跟你讲我光是这种折腾 我觉得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不晓得那个心 就是真的就很难过很难过 觉得怎么让孩子这样 可是没有办法 那就是他的环境 可是这个是其中一个 然后接下来 我觉得这个奖 如果当时知道的话 真的会被社福单位 真的掉起来 这个人要罚款的你知道 因为我那时候的状态是 我没有人可以帮忙 所以孩子大概是 他大概两岁 二年级的时候 我常常要露营 那时候是最忙的 所以我女儿的状态就是 我每天回去 比方说十点多十一点 他就已经睡觉了 然后就看到 他在桌上他会留说 妈妈我联络簿帮我签名 他写好功课了 他大概这样讲好了 他会自己回家 然后自己吃东西 自己洗澡 写好功课之后上床睡觉 这是他每天的固定的一个 应该讲说作息 然后 对 就是很乖 他都不会唬烂 然后回家 你看到他已经躺在沙发上 在那边滑手机 然后打电动 东西阿伯没有 东西阿伯没有 到现在他已经要准备考大学 还是没有 都自己来 然后 可是通常只有这样 就是我到现在不会念他 有时候我看我都觉得心很疼 就是我有时候回去 你就觉得说家里怎么那么热闹 有声音 因为他怕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他习惯性 他有电视 然后又要开音乐 因为这样他比较不会害怕 假装很热闹 然后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有时候会念他说 Marine啊 你这样又开电视 又开音乐 你怎么读书呢 可是偏偏他功课 真的还蛮好的 他说没有啊 你不能怪我 这个是后来有一次我忍不住 因为我也不太 我希望给孩子一个 就是说让他自由自在去决定 有自主权 我不要太高压 因为他以前小时候已经高压 我不想让他那个感受 然后我就问他 我就说有一次我受不了 我说你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太干扰了 他说妈妈你不要怪我 我从小习惯了 因为你不在 我才知道是这样 回家起来对 然后每次回家 什么电视也开 灯也开 什么音乐都开 然后有一次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生活 就是这样子 每天日复一日 可是有一次 像我觉得 我还是要谢谢 很多主持人很体谅我 因为我那时候 真的我到现在也是一个习惯 我手机一定会放身边 然后开震动 因为他回家 他必须要告诉我 妈妈我回到家了 我安全 我怎么样 我要随时知道他的状况 然后大家很体恤我 可是有一次 我记得我在录影 然后我的那个手机 就不断地震动 不断地震动 不断地震动 然后我就说什么事 我就回来 我说什么 他说整个整个那个烧焦了 他说锅子整个烧焦了 房子都是烟 我就说天啊 我说那你到底现在 可是我那时候还在录影 你知道那我最惊讶 那时候就是小学三年级 四年级 我才要自己做吃的是不是 对 我待会儿再跟大家讲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你火 你那个瓦斯关掉了没 他说我已经关掉 我关掉 我只是要热汤 他说妈妈你不要生我气 已经没有事了 可是家里有烟这样子 没有事 他一直跟我道歉 一直说他错了 然后后来呢 那我就七上八下的录完影 我就赶快赶回来 可是那天真的很 比较晚 就八点多的录影 我回去十一点了 回去一开门 整个那个就是那种 烧焦味还是很浓 那我就冲到厨房 我就看他 现在睡觉了 我冲到厨房 然后就看到一锅 那个整个锅子已经焦了 然后很黑一层厚厚的 你知道我买了什么吗 我就很自责 我那天买了酸辣汤 酸辣汤是丑的 会勾芡的 其实我就觉得说天啊 我们有时候自己大人热 都不能热好了 然后所以他可能是不会弄 弄到整个 真的整个锅子都乌七妈黑的 那我就想 然后他也泡了水 那我那时候就很着急 我就想说他有没有烫到手 可是那时候 琉璃台上面也有一盘东西 他让我觉得很怪 他到底是煮了什么 他就是水饺 然后一半熟的 一半生的 有些是白白的 我就想说 他到底吃了这个吗 对 因为是不是汤也焦了 他可能汤焦了什么 可能没有办法吃吧 然后我就第二天 我也不敢炒他 我就去看一看他的手 有没有烫到什么 还好 就是还OK这样 然后第二天我就问他说 我就我也不敢太直接 我就说宝贝 你昨天晚上吃什么 你就焦 他说妈妈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没有注意 他怎么就焦掉了 我说没有关系 反正过了就过了 以后要很小心 瓦斯要很小心 我就说你昨天吃了什么 他说妈妈我很棒耶 我昨天自己煮水饺耶 你知道吗 他就是因为汤焦掉 没有东西吃 他说我自己煮水饺耶 我说哦 我说真的哦 你煮水饺耶 可是妈妈看那个没有熟耶 那个一半生一半熟耶 你有吃吗 他说有啊 我吃了五个啊 哦 我那时候 我整个心这样 痛到不行 我觉得他怎么会吃那种 对 没有熟的东西 可是他说他 他很棒 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 这一个让我是最歉就的 我觉得我 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照顾 然后甚至可能 因为我那时候真的也没有 那个能力可以找一个 像是保姆啊 或者什么来帮忙他 对 我没有 就无法这样 所以 但是最难的都过了 对啊 对啊 其实 我问你现在就想说 那些外送美食的 为什么不早几年 对 对哦 对哦 是不是 就早几年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对啊 脖子就不会烧焦了 我记得我小 我小孩那时候小六 然后他也是 那天我在 我也是露营 我说我大概七点回家 然后他就也是 突然也是手机 类似这种事情就一直想 我想说到底什么事 后来就一下 就赶快打电话给他 他说妈妈 你现在赶快回来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不是 因为刚刚隔壁班老师跟我说 我未满十二岁 我不能一个人待在家 然后可是呢 我又想一个人待在家 我又不想待在教务处 所以你现在赶快回来 我说那你怎么跟老师说 我说我就跟老师说 我会去邻居家不用担心 但是你赶快回来 我怕你被抓去关 就是难免都会有这种 可是我觉得我后来想想 虽然就很心疼 每次想到那个画面 因为真的历历在目 但是他现在也真的 他有一次我下班回家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 他做了鲑鱼包蛋给我吃 做得真好 有点像那个 看美食节目看 他很喜欢看美食节目 那个叫做什么 你看玩玉子烧吗 类似这样子 对对对 我就觉得这个孩子 有时候真的 对就有一点点磨练 也许是好的 对对对对对 是两个角色 stem?" 我说还嫌劲了